你是不可以唱歌的 就连杭宝宝都不知道的 我有时候在读就是粉丝的简讯的时候 会一直 哈喽 我是嘉天 今天呢 我们又有一位很帅的一位人呢 就来到了我们的偶像来了 他就是Glan 哈喽 大家好 我是Glan 荣启 跟你一起玩九宫格 啊 现在是看手气的时候啦 为什么呢 我们来玩剪刀石头布 一盆定胜负啊 一盆啊 赢了 赢了 赢了人选对吗 对 赢了人选 剪刀石头布 那我选这个 我选这个 我专辑的那个相片 这是什么 唱出最喜欢的歌 给你30秒小纸 30秒啊 I am done I am going up out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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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leep on me I wake them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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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nna watch me fall about them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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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刀石头布 噢 OKOKOK 这样我就这个啦 因为我觉得他的手在召唤我 你来啦 OK OK啦 我来啦 那这是什么 哎呦 说出一句 撩妹的话 我觉得这个 糖宝宝会很喜欢哦 跟你讲啊 如果 你是泡面会是什么口味 我会是 DOMYUM口味 好,那我可以泡你吗 你是不是经常撩妹 没有,很久没有撩妹了 真的吗? 如果我经常我怎么会那么害羞 好啦,我们来最后一个啦 就是可以让粉丝们有更多的福利啊 OK,我选这个 表情包 表情包五连拍啊 那么这次呢 他来到我们的偶像来了呢 就是宣传他的新歌曲啦 就是 UP UP 这是什么 这不是UP UP啦 是这样 今天呢,就来宣传你的新歌UP UP 那我想说就是 这首新歌呢 他是想要表达什么咧 我写这首歌的那个 inspiration 是我在演艺圈这四年 经历过的东西 然后 当然也是有经历过很多冤枉路啊 然后被人误会 或者人家不相信你的梦想 我就把这些灵感都 写成一首歌 因为我知道有很多人 不管是在学校啊 在工作的地方 还是在家里 都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 会觉得很 discouraged 就觉得他们自己做不到 所以我希望他们听了这首歌 他们会 哇,突然间很有力量 觉得可以自己一直往上飞 一直可以Go UP UP 是用了多少时间去创作完这整首歌 大约四个月吧 因为这首歌是我自己写的 我跟我的producer 就那个歌词啊 那个beats啊 这些都是自己一步一步去创造出来的 然后我看到有一个是 它骑在你的肩上 对对对对 它是要排很久的还是 很快啦 很快因为它很轻而已 它是我们的crew 哈哈 它是那个拉focus的 然后也是我的好朋友 然后我就问他 你要不要你要不要加入我的MV 你就在我的肩膀上 我觉得那个效果会蛮好笑的 它很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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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回去啊 就是你在创作灵感上面啊 可能听到一些流言蜚语啊 都会让你觉得挺冤枉的 他们是说了些什么 其实我在MV里面 我也是有放一些彩蛋 它其实后面有一个板 然后那个板后面有写很多字 那些字都是 我这四年以来 人家对我说的东西 永远不可以当一个男主角啊 你是不可以唱歌的 家里没有背景 都没钱 你什么都不能做 所以就这些委屈都把它写起来 在这首歌 你会觉得怀疑过自己 每天都在怀疑 我每天都在想 到底要不要放弃 既然周围的人都好像不相信我 我到底可以不可以做到 最重要的是你自己要 对自己有信心 你要相信你可以做到 MV证明给自己看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不管人家对你说什么 你自己 你要对自己有信心 因为如果人家对你有信心 你对自己没有信心 也没有用啊 每次想要放弃的时候 我都会想 啊 我不会放弃 如果放弃我就不能梦想成真的 我自己有在Manifest 可以拍一个阿兵哥的戏 所以Manifest 所以能够拍到这部戏 我就觉得 哇很奇妙耶 所以如果你有尝试的话 你的成功的距离是多过零 可是如果你没有去尝试 真的是0% 就三个星期前 我在新加坡终于举办了一个粉丝 是我第一个粉丝见面会 然后 看他真的有好多迷命啊 我很感动啊 因为我开始计划这个粉丝见面会的时候 我没有想象会有那么多人来 其实最后是有差不多200多个人 参加那个粉丝见面会 然后 我发现啊 其实是有500 500多个人去sign up 可是因为那个场地太小了 所以最后只有200多个人可以fit 那个venue 哇我不懂耶 我在台上的时候就很感动 因为这个画面是我每次在家都会想象的 现在终于可以成真 就很特别了这个感觉 所以我要谢谢我的粉丝团 谢谢杭宝宝 谢谢你们 杭宝宝 因为我中文名是起杭 所以他们就称自己为杭宝宝 这样我要成为里面的其中一个杭宝宝 Yes 杭宝宝 不要害羞 我害羞 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你可以讲出三个大家都不知道的秘密 就连杭宝宝都不知道的 就大家粉丝听到的都会很shook的那种 呃 OK来讲一个就好 一个就好 我有时候在读就是粉丝的简讯的时候 会一直笑 就看着手机一直在那边笑 虽然我没有回复 可是很多时候我看了我都很开心 对啊一个笨小孩在那边啊 傻傻的在那边一直刷一只笑一只笑一只笑 这一点是我没有真的去讲的 好啦就非常感谢你上我们的这个节目 然后也很希望你的这个up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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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率 up up 谢谢 哇不错 不错不错不错 OK 好啦那今天非常感谢Glen 来到我们的这个偶像来了 希望下次还有很多机会 就上到来我们这个偶像来 下次记得要请我 肯定来 还有我不会那么害羞 OK谢谢你 哈哈哈 这么久了 为什么这么久 哈哈哈